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仔 哈喽大家好,我是壮壮 我们是一档普及泰国佛牌知识 揭秘泰国神秘文化 登门拜访泰国各大高僧大师的科普类访谈节目 今天我们又来了 今天介绍的这位师傅 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泰国的一个法门 叫做阿赞弗 阿赞方师傅的法门的传承人 今天这位师傅叫阿赞勤 勤在泰语意思是真的意思 就是打的针 缝衣服的针 阿赞针师傅也可以说 我听说这位大师曾经拥有过200多位老婆 对,阿赞方师傅虽然说没有鼻子 就是为人古怪 但是他的人缘和魅力极其强 所以今天介绍的圣物也跟人缘魅力有关 而且是对单身的朋友非常的友好 行,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阿赞勤和阿赞方大师的故事 OK,走 这位大师呢 他曾经学习法门和跟随的师傅呢 真的就是不一般了 首先第一点 他在年轻的时候 跟随谁学习呢 就是泰国清迈北部非常著名的招财大师古巴诺伊大师 古巴诺伊学习这个法门 然后呢 这位师傅呢 也跟清迈现在非常著名的一位大师叫古巴蒂 是师兄弟 他们两个人原来一起出家 一起学习法门 而且呢 这位师傅呢 也曾经学习过泰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缘法门 叫阿赞方大师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大家可以在任意一个平台或者网络上面可以查到阿赞方大师的这个资料 相传呢 阿赞方大师呢 他是在二战时期 一九三几年到一九四几年 非常非常有名 他呢 本身这个人呢 他是没有鼻子的 我们可以在后面看到这个师傅的这个造像 他是没有鼻子的 但是呢 他的这个人缘和魅力非常好 相传他有两百位老婆 接下来呢 我就问一问师傅 然后让师傅介绍一下这传奇的故事 OK 杓理一下阿赞 谢谢 legislature ASSア赞方师傅的每一步的过程 加持啊 包括这个法事啊 包括他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看到 这位阿赞金师傅 做的这个阿赞芳自身像 上面都是血 是为什么呢 因为阿赞芳师傅在做法事的时候 在加持圣物的时候 会用这个军刀 顶住自己的这个 口腔上 然后用锤子锤 锤完了以后呢 它这个上面就 被扎破了 这个血啊要喷在这个 所有的这个圣物上面 然后这个圣物呢才起到作用 而且那个阿赞芳师傅呢 他对操纵眼镜蛇 真正的眼镜蛇啊 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他可以徒手操纵这个眼镜蛇 因为我的师傅 阿赞蒙昆师傅呢 也是曾经在阿赞芳法门 学习 他也会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法门 就是用这个军刀啊 顶住自己的这个口腔上部 然后呢扎破了以后 然后喷血 呃 我师傅曾经跟我说呢 就是每次用完这个法门以后呢 他只要念心咒 然后用舌头一顶 然后他这个伤口就愈合了 非常非常神奇的法门 因为他有一个徒弟叫龙婆奴 龙婆奴 就是我们阿赞琴师傅的师傅了 啊 所以说呃 师傅现在制作的圣物呢 就是由龙婆奴师傅 呃 的制作的圣料 浮管 还有什么 香叉啊 有那个香叉 然后夹在后面 还有这个白色的地方呢 是什么 是这个 师傅啊 龙婆奴师傅制作的这个符布 然后呢 剪碎了以后 夹在里面 所以这个第三期的 第三期的这个 阿赞芳自身像 力量非常非常大 由阿赞芳 师傅 侵传的徒弟 啊 龙婆奴 大师 制作的圣料 夹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三期的这个 阿赞芳自身 非常非常厉害 如果你 人缘差 尤其是异性缘差 没有女朋友啊 找不到老婆啊 什么 就非常非常适合 佩戴这个 阿赞芳 师傅的自身像 曾经呢 我也有一块 阿赞芳师傅的自身 当然那一尊呢 非常非常难得 早就被人攻请走了 这尊巨型的呢 是二期的 阿赞芳自身 师傅自己佩戴的呢 是一期阿赞芳自身 这个自身像呢 圣料就更多了 啊 背面呢 有这个专门提升 人员魅力的 这个圣物 啊 还有什么呢 就是制作 铸造 阿赞芳 师傅的这个铜像 剩下来的这个九宝铜 还有一块 呃 免电玉的珠子 还有符片 符管 还有符布 正面呢 我们看上边都是血雾啊 也是由阿赞芹师傅 亲自用自己的这个 血呀 然后加持过 啊 他们这个法门就是这样 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个梳子呢 这个法门呢 也是来自于阿赞芳大师 怎么用呢 把这个梳子 放在手心里 当然了 要有心咒啊 一定要念心咒 念完心咒以后 许愿啊 提升我自己的个人魅力呀 帮助我 呃 人缘好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这是你自己的愿望 然后呢 许完愿以后 再梳自己的头发 哎 这样呢 就会让你提升你的人缘和魅力 这个法门 刚才师傅跟我说呢 就是由阿赞芳师傅 给他的徒弟的 当时呢 这个这个梳子啊 就没有这么精美 普通的梳子 然后师傅呢 在上面会写上经文 然后呢 教自己的徒弟 怎么去使用 当然了 这个梳子上面也是有经文的 有自己师傅 也有首课的经文 然后也有铸造出来的经文 然后呢 就可以这么使用 这个法门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法门 师傅这边呢 也有一尊 这个掩面佛 跟我们上期介绍的 这个古巴端丹师傅呢 重合了 但是呢 又不一样的在哪呢 因为这个 这一尊掩面佛 用的是阿赞芳的法门 所以这一尊 掩面佛 更注重的是提升你的人缘和魅力 这方面 正面呢 是有两个纯银的浮管 背面呢 是由这个 一个浮布 这个浮布是什么 是在师傅 在法会的时候 加持 用自己的 也是用自己的鲜血 然后喷在上面 然后 加持这个浮布 然后剪下来以后呢 放在这个掩面佛的背面 不光是有招财呀 守财这个功能 它更多的是帮助你提升 这个人缘和魅力 刚才呢 我看到师傅这个墙壁上 也挂 也挂了两幅啊 一个是 泰国非常著名的 这位传奇的尼姑呢 也非常非常厉害 他做的这个药师佛 在泰国非常非常有名 是可以帮助人家 这个治疗身体的病痛的 当然了 也是非常非常稀有 目前为止 我是没有 就是 真品很难找 然后另外一位师傅呢 是泰国著名的铁皮警长 昆潘大师 相传当年昆潘师傅呢 是警察 他去抓这个 一个汉匪 叫黑虎 当然这个黑虎大师呢 后来也是出家为僧了 在泰国的南部 不是不是 曼谷的南部 有一个寺庙 我大概八九年前 曾经去拜访过这位 龙婆黑虎大师 当年他是汉匪 然后昆潘师傅呢 就去抓他 他们俩没想到 觉得是同样的法门 刀枪不露 然后这个昆潘警长呢 用枪去打这个黑虎 这黑虎身上只是留了几个红印子 根本打不进去 就真是刀枪不露 最后呢就没有抓到这个黑虎 当时昆潘警长呢 就这个发了一个宏愿 就说如果我抓不到这个黑虎 我这辈子都不会剪掉我的胡子 所以说这个昆潘警长呢 就一直留着这个胡子 因为他一生唯一的遗憾 就没有抓到这个黑虎 因为这个黑虎是他的师弟 他们两个人法门是一样的 都是刀枪不露 最后呢 昆潘这个大师呢 他退休了以后呢 就变成了一位师傅 创造了什么呢 创造了泰国非常有名的 一个佛牌圣物 叫什么 在都看 则杜金在都看 专门是招财 帮你招财 帮你提升财运的这么一个圣物 这就是昆潘警长的故事 和昆潘警长做的圣物 然后龙婆黑虎大师做的是什么 是虎皮服馆 非常非常厉害 当年呢 我去他寺庙请这个虎皮服馆的时候 这个龙婆黑虎大师就说 你想要哪一尊 这个服馆 没关系 我看看哪一尊喜 愿意跟你走 他就把这些服馆放在一个白色的玻璃杯里 什么都没有 他就这么念经 这个服馆从杯子里跳出来了 我当时都震惊了 真的当时我都震惊了 然后这个服馆才就是愿意是属于我的 当然这个服馆后来我就送给我母亲 让他保佑他的平安 因为我母亲也是属老虎的 所以他就一直放在身上 这就是昆潘警长和龙婆黑虎大师的故事 OK今天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阿赞琴师傅的圣物 以后有机会呢我会再来拜访阿赞琴师傅 继续去多了解一些师傅的故事和阿赞芳师傅的法门 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拍到这 如果呢你要喜欢呢记住点赞关注 如果你要想再深入的了解什么 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OK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OK口碰开阿丹 OK